不来不去 那就是世尊在内言言上所说的 这究竟是什么回事 当初出生 随处灭尽 你想一想 弥勒菩萨讲的一念 是不是当初出生 随处灭尽 念念都是 当初出生 随处灭尽 不可得了 大波尔经 我看了一遍总结 十二个字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一切法 世法 佛法 都包括在里头 佛法也是 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随时尊讲 法上印是 何宽非法 念佛法 都要放下 都不能这种 何宽 世间一切法 通通通写的干干净净 你就回归自信 你就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 自信 自信里面的 无量功德 无量智慧 无量向好 你全都 受用了 那这是什么境界 这就是 舍暴图的境界 长级光图的 没有现象 吸引世报 创业图 回归自信 回归长级光 还能谢吗 能谢 为什么 舍暴图里面的 法身菩萨有感 长级光图里面的 祝福自然有印 回印 一回印就现象 不回印不现象 肯定回印 这个回印是自然现象 像我们敲鼓一样 一敲 他一定会想 大扣则大鸣 小扣则小鸣 不扣则不鸣 肯定回印 无声无名 不能说他生 也不能说他灭 你说他生 他灭了 你说他灭 他又生 生灭不住 这是四世真相 这是四世真相啊 我怕什么免材不住